一块热毛巾直接敷脸上 小刷子在肥皂里来回刷动 随着一阵滋啦滋啦的声音响起 胡子连通油纸被一并刮了下来 强迫镇看的都直呼过瘾 就连眉毛和鼻毛都不放过 最后才用热毛巾把脸那么一擦 无论是谁都只能感叹 哎 舒服啊 90多岁的靖大也是北京城里最老的一个剃头匠 他在这一行干了80年 不仅手艺沉稳精致 本人也讲究一个体面 他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 先拨好那台总是卖五分钟的老时钟 然后堆着镜子戴好假牙 捡点水打理好发型 准备好一切后 他就可以推着他三轮车出门了 靖大爷穿坐在老城区的胡同里 服务的顾客也都是 跟他一样搬起身子入土的老人 主打的就是一个上门服务 北京人讲究体面 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是靖大爷的生活准则 一把小小的刮胡刀 陪着靖大爷见证了许多老人的试取 人都活到了这个岁数了 准备死亡和明天哪个先来